大家看到此刻在我身后 已经摆放了下一个挑战项目的道具 钢丝 说到走钢丝 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 但是今天的这位挑战者 非常的特别 他走钢丝 目的是为了拯救人的性命 拯救人的性命 接下来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哈喽 你好 咬伤了吗 我手指头还在 还在 好 乖 好 乖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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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好人就会气 我看到坏人就会咬 那个小萨 你别讲英语 OK 他的那个语言是 您是从哪来 我从重庆总队 那对 你老实一点 我跟你说 你不要聊我 我也会咬人咯 我也会咬人咯 好 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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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啊 我是好人 你看你看那个 看那三个 对对 好 您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来自重庆消防总队 我是一名消防收集选训导员 这次我们的打掌 黑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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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样的现场 他会就是也会有紧张 或者不安吗 他很兴奋 我看他一直都很兴奋 因为平时他看到的现场 经常是废墟或者灾难 对对对 然后需要他去搜寻那些生命的迹象 对对对 所以他的压力会很大 但是现在一看大家都活蹦乱跳的 不需要他搜酒 他就很高兴 都活着 能介绍一下 他这属于什么犬种吗 这是一条比利时的母样犬 现在他有四岁了 四岁 对 相当于人类的三十岁左右吧 对 就跟小萨差不多那岁数 正当年的时候 我已经四十了 人家刚刚而立 我都不惑了 他再过一年就跟你差不多了吗 东欣 你养狗狗吗 我没有 两位 我有 您养宠物 您养的什么 狗狗还是猫猫 我们都是流浪狗流浪猫 哦 收养的 是 这样也要掌声 那这样 来 华健老师 你想不想 近距离地接触一下 不一样的 好 你看到他欢迎我的方式了吧 跳起来就是一口 我刚才笑你呢 来 我们看看 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可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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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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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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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眼神 谢谢 谢谢 你看他看华健的眼神 你看啊 看到看到 哇 你看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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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玩了 凭什么上来就咬我呀 然后这么深情地看着华健 谢谢 谢谢飞雕 你让我们见识到了这个 搜救权可爱的一面 但是今天 他的教官和他一起 将为我们带来一个 怎样的不可能的挑战呢 搜救权将通过两根高2.5米 直径2厘米 长10米的钢丝 若顺利通过 即为挑战成功 搜救权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它不是一般的狗 它是一只受过专业培训的 一只搜救权 它挑战 总钢丝 是个很困难的项目 加油 祝你成功 好 来我们掌声 有请 黑雕和他的教官 前往挑战区 另外告诉观众朋友们 在挑战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保持安静 对 因为掌声什么的 可能会影响黑雕的注意力 它不会掉下来吧 对 马上倒 垫子 不着急 但是也 我知道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 钢丝比较细 也比较滑 搜救权用爪子抓尾行走 保持平衡很不容易 而且钢丝高2.5米 搜救权还要克服 高处悬空的恐惧感 是对他天性的挑战 您准备好了 您就可以示意我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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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挑战 开始 准备 三 过 好 过 加油 好 上腿 后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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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好 慢点 好 好嘞 加油 好 黑雕 棒棒的 好 好 好嘞 好嘞 加油 好 黑雕 棒棒的 好 好 慢点 好 你看到训练他的训练员跟精神的沟通 前脚照住 对对 好 好 慢点 好 好 那狗听不听得懂 就是他们两个的心灵的沟通 好嘞 抓住啊 好 前脚抓住 对对 好 好 慢点啊 好 好 好 慢点啊 慢点啊 快 快 慢点啊 慢点啊 快 快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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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事上摔下来一瞬间 其实我的眼睛眼睛都出来了 很棒很棒黑雕 很棒很棒 你好厉害 哇 走钢丝的这个挑战项目 不是说每次都能成功 每一条狗都能做到的 那可真的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训练才得来的 在最危险的场合 人可能还会退缩 会逃避 但是狗或者是我们说搜救权 从来是忠于自己的职责 很棒很棒黑雕 加油加油没关系 那个腿 他那个后腿是不是有一点点受伤啊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右后腿右后腿右后腿 就这条腿 好像有一点点受伤 你别急 你别欠他走来走去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吗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让他趴一会儿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好没事没事 坐 好 这个球就是医生 好 找那个啊 因为他表示告诉这个 他的警权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还给你奖赏 再继续努力 没事啊 咱们来 好嘞 好 好 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 我们会给黑雕三次的机会 第一次的挑战并未成功 按照比赛规则 搜救权黑雕 还有两次挑战机会 他能挑战成功吗 随时可以开始 示意我 好 第二次挑战 开始 好 三 慢点啊 好 三 好 三 三 过 慢点 好 好 慢点 后脚 对 好 好 慢点 慢点 好 好 慢点啊 好 慢点啊 好 好 拉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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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好 好 抓住啊 好 好 加油 棒棒的 好 慢点 好 慢点啊 好 好 慢点 哎 好 慢点 好 慢点 好 好 好 慢点 好 好 加油 棒棒的 来 好 慢点 好 好 好 我宣布 挑战成功 那他参加过搜救吗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他参加过 是那个亚安地震的时候 他到过现场救援 对 那他在那次搜救当中表现怎么样 我带了一些照片 这个是你吗 就是黑雕在现场 现场那个救援的时候 他把那个去救援 我们走了一天嘛 然后到了地方之后 又到山里面 然后他在那里找 通过半分钟左右嘛 半分钟左右 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但是这个人很遗憾 因为这个犬他是那种 因为我们训过来 比如说现场找的是 从那个废墟里面的人 如果是活着的 他就非常兴奋 非常兴奋 然后如果说现场的人 如果说是已经去世了 他就会很沮丧 那个犬这个时候 非常的沮丧 他的这个眼神就是 你看着他就非常沮丧 很难过的一个眼神 我们的首长都在 都在慰问他 他跟他亲吻 那个是很珍贵的一个瞬间 安抚他 对 这是你训练的第一条 救难犬吗 不是 因为我训那个搜救犬 总共训练四条 这是其中一条 对对 我们那个犬队成立于2005年 现在有三十多条搜救犬 都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 现在 第一代还在吗 第一代还有一只还在 那只搜救犬现在在哪呢 他离不开我 这是我来北京的时候 也把他带过来了 就最老的那个 对对 海啸 来 海啸过来 来来来 现在他又老了 这是另外一种 好 好 好 海啸 来来来 爸爸来来 来来 好 坐 好 坐爸爸在这 靠着爸爸 好 好 他现在耳朵不好 听不见了 我没看出他很大 他有多大岁数了 他现在14岁了 相当于人大概有 大概都八九十岁了 八九十岁的老人 对 海啸是从那个 03年的时候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每天不分日夜 都在一起 所以在你的记忆当中 有没有特别值得记忆的 关于海啸的故事 今天在我们现场 海啸让我最感动的 也还是在那个 那现场的时候 就是文川大地震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 是5月12号嘛 然后是5月16号 然后我们在那里 是搜救了 两天两夜了 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 那个时候都很疲惫 但是海啸 他也是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搜救 对对对 就是这个现场 钢筋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 这里面不是钢筋 什么都有 这个现场都是很复杂的 你看这个 然后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之中 他那个 让那个 余震 把那个玻璃 玻璃砸下来 砸在他舌头上面 给砸出血了 砸出血了之后 然后 他一直在坚持搜救 那天 那个现场是让我最感动的 一直都没有放弃 然后他脚上就在来叫 然后我们大家都围上来之后 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进一步的这个搜救 都发现了一个 十二岁的一个女孩 在那个地方 通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援 都把他救出来了 这个狗啊 很勇敢的 对对 最危险的时候 那房子倒了一半 对 人我们都不敢进去 他们敢逃进去 对对对 所以非常伟大 大家再给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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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今天也很高兴 能够分享那么多 是是是是 你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 这些动人的故事 海秀她是 她是这么多年 用一种 她的一种坚韧的历力 在告诉我 什么是不可能 在挑战不可能 从跟她在一起了之后 后来慢慢慢慢地 我们两个形成一个 有机整体 不管出来的 任何现场的时候 我们感觉对 我们就是一个整体 所以说现在你看 看到她岁数也大了 看到一天一天 只要我能够带她身边 她能带在我身边 我就感到已经很满具了 知道吧 现在是这样子 我将陪我 走到最后一段路 这种 知道吧 好 来 亲密爸爸 好 好 好 来 时间都去聊了 就和人一样 我们常说美人耻目 英雄末路 就让人感觉 多少有些无奈 甚至难过 我今天看现场海啸 那个表情 就她就已经不是 年轻人的那种 对 声容火虎的样子了 就心里也会有一些些 隐隐的这个心痛 我心疼她 但是我想 无论什么时候 她在我们心中 始终是一条英雄犬 因为她 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 付出了她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想今天 对她的青春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 非常非常沉重 做我做一个军人的话 她也是我的战友 我都想真诚地 跟她有一个军力 来跟她敬礼 那种感觉 来 来 像 看这儿 看爸爸这儿 好 在这儿 在这儿 只能用一个 默默无闻的一个军力 来代表我的一片心情 她并不像一般的狗 他们每天要训练 她训练的目的 就是要救灾 救护人民 他是真的为民出力 为国出力的 最后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的决定是 是 能 可能 No 谢谢 好 好 好嘞 祝贺你们 请王仙平带着他的伙伴 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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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抬间 慢点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 比生和死的挑战更大呢 他们的职责 就是在危难的时刻 去发挥他们的作用 所以毫无疑问 他们本身的工作 就是在挑战不可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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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